我想講講台灣的軍炸機事件 大家也知道有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服役了40年的F-5E戰機 就是台灣 40年的阿公級的老爺戰機昨天又出事了 昨天下午就有 有四架飛機 做軍事訓練 其中有兩架 拆撞 撞到 撞到之後 兩個機師都立刻 跳散 但是找到其中一個叫羅尚華機師 送完之後證實死亡 另一個還沒找到 相信都是空多吉少 現在台灣的黑鷹直升機繼續在賺 我想一聽新聞就知道 為什麼40年的阿爺的戰機還在用呢 為什麼還不退役呢 台灣不是說 要換的嗎 台灣不是有錢買美國的武器的嗎 那大家又會立刻想起 其實同類型的機在去年10月29日 又發生了事故 當時 就是 有這隻型號的戰機 在台海有墜海 機師 朱冠文就跳散 最後呢 跳散了最後又是救不了 我經常在想 跳散 如果彈了機 就是在那個 機的位置 整個彈了出去 通常我們看電視看電影 整個位彈了出去 然後如果你成功開到散 照計就應該可以救得回 為什麼呢 去年10月這個 朱冠文救不回 昨天這個羅尚華又救不回 是否你彈出來的力度太大 或者保護不了 飛機師 是不是真的有技術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 要馬上看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在去年10月 直至去年10月 朱冠文 身亡這件事 其實呢 在過去40年 曾經 這個型號的戰機 F-5E 出了29次事故 總共導致 22個飛行員死亡 其實都真是 40年死了22個 即是兩年 大概兩年死了一個 這次剛剛昨天的事故 一個又證實死了 另一個又找不回 暫時失蹤 如果又加多兩個 不幸運的話 真的 40年死了24個機師 都很誇張 還有一個誇張的東西 說台灣快點去換機 你不是沒有錢 原來 開始慢慢換機的時候 在去年10月這件事 發生了之後 蔡英文就去 出席 朱冠文的 告別儀式 殉職的告別儀式 誰知道 上午出席告別儀式 同一天 晚上六時 又傳出 戰鬥機的意外 這次更嚴重 是F-16戰機 是F-16 原來F-16 台灣是開始慢慢 賣 F-5E就是 很舊 慢慢換 還有F-5E主要是做訓練 不會作為戰爭用 開始慢慢換F-16戰機 原來 去年10月 F-16戰機又出事 原來已經是 最近五年來第12次出事 原來F-16 買別人新的機 也有事 怎麼搞 當時 當時 這隻F-16戰機的機師 一早就跟他 跟他媽媽說 張智正 那時候 張智正 其實呢 傳出來 就說 曾經跟他 母親說 其實F-5E的戰機 是很舊的 想不到F-16都出事 令人不太明白 現在美國最新型的戰鬥機 是F-35 為什麼台灣要買F-16 F-16在美國開始退役 那麼 台灣的解釋就是 F-16 因為我們已經買開了 買了幾年了 還有我們的維修 的配合 F-16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又買一個新機號 F-35 怕著不會維修 或者 配合不了 我心想不是吧 你也想著換機當然是最先進的啦 是吧 換了新機 你想 你沒理由說 我要用舊機 F-16 即是配合維修 我現在已經有的 就不去用F-35 你知F-35已經開 其實美國不是不賣F-35的 它是賣了給英國、意大利、日本、韓國、澳洲、挪威、荷蘭和以色列 全部這些國家 已經在用 最搞笑的就是 我們經常都 說台灣是買美國的 二手東西或者美國不要的東西 其實是真的 原來為什麼呢 F-16 原來去年台灣決定買 F-16 單機價是每一架機的高達 1.217億美元 諷刺的就是 這個美國的軍火箱 洛杰馬田 賣了給台灣之後 跟著 F-16 第五代的戰機 大減價 F-35A 再新型一點的戰機 只是需要0.779億 我剛剛賣了F-16V給你 1.2億 跟著 這手就減價 F-35A新型的 還是需要0.779 那就是說 最靚的最新型戰機 都便宜了 便宜過你F-16那麼多 那是不是又是一次 台灣是被 美國去找了病呢 我覺得 因為 中國的壓力是很大的 如果美國 任何軍售 如果先進 你買到F-35的話 肯定是這年風波 所以就是台灣被控制 但是現在新的形勢 剛才說到 美日聯絡 甚至日本 說台海問題 都跟他有關 美國和日本 可能就是台灣的保護 台灣買什麼機 都沒有問題 如果有什麼事 就有兩個 軍事大國 保護他 這個就是台灣人的 算盤 但是你 都不需要買F-16 我覺得 為什麼不是F-35 其實最近出了這麼多事 很多人 台灣的輿論 就賴大陸 就說 賴大陸的戰機 頻頻來騷擾 令到台灣的軍機 機師 疲勞 疲於奔命 而且不斷花很多錢 去做一個軍備競賽 我覺得這些就是藉口 多餘 看見這些 這樣的事 台灣的機師 因為 拿一些老爺機 陣亡 其實都是 挺心酸的 殉職 還是沒有陣亡 暫時 去到這個階段 未打仗 就這樣訓練 已經 已經死了這麼多 已經死了 現在 已經是24個了 都 令人唏噓 有意見